年關將近年終獎金到底領多少 國泰經驗處調查指出 三成六的民眾認為年終不到一個月 五成六預期會有一到三個月 預期超過三個月的則不到一成 可能很少吧 好像沒有 1.5吧 當然不滿意啊 很累耶 做很多事耶 我們都一個月而已 可以啦 要不然怎麼辦 滿滿無奈也只能往肚子裡吞 景氣差 生活苦 店家最有感 如果以生意來講的話 至少少大概三成到四成 三到五成了 差不多要對半了 快了 現在都很不好 買在人少 然後成本本身它沒降啊 中午用菜時刻 路上人潮卻稀稀落落 店家大探收入少一半 不過國泰經驗處卻說 美中貿易戰修兵釋出短期利多 基地景氣現況樂觀 與展望樂觀指數同步談生 分別來到負27.6 及負1.9水準 大概有兩成半到三成 無言 對 而經濟部最新統計也指出 傳統第四季外銷訂單忘記 恐怕不忘了 11月借單金預估約490億美元 年增率落在負1.4%至0.6% 明年像這個5G啊 還有一些人工智慧啊等等 這些新的這些產業的一個發展 其實還是充滿了非常多的一個商機 專家老神在在看好景氣 不過兩成五廠商都預期 11月接單較10月下滑 近六成認為會持平 只有一成五有信心增加 市場不確定因素多 廠商轉區保守嚴正以待 動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